请下一位挑战者 欢迎各位 我叫赵明 16年前曾是一名职业的赛车手 一个机缘巧合 让我成为了一名 培训警察的特种驾驶教官 参加这个节目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抱着必胜的信心 我只想说 我会用平常的心态 尽我最大的努力 学习到最后一关 我们两个是想学习到最后一关 好 我们共同学习到最后一关 好 谢谢 好 上车 警察教官赵明和搭档准备出发 2 1 开始 什么情况 车怎么还没动 没挂到 这个失误不应该出现 好 起步了 速度还不错 赵明的搭档是杭州的警察教官 他特意是来为赵明加油打气的 没关系 我看了 下一枪可以撤去了 可以撤了 你放我大腿上就行吗 两位教官千万别慌啊 实力是有的 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 什么情况 稍微停顿了一下 又怎么了 为什么不走啊 过水 直接走 我们看搭档也着急了 刚才的这两次失误就像足球比赛里的乌龙师姐一样 说句实在话 对于赵教官的这些意外 确实我没有想到 对 在这个地方 水倒得太猛了 撒了一点 就差这一点啊 这个装置就停住了 搭档 搭档大哥反应挺快啊 赵明今天真的是找了一位好搭档 好 快 拿到求救生最后一关 六 哎呦 我都快急出心脏病来了 希望接下来别再出问题了 请 又打 又打方向 又打方向 好 又打方向了 过了 我说这事 向右打方向了 我觉得他的搭档肯定特别着急 9号 向右打方向 给 9号 接住了 接住了 接了 哎 这下干嘛呢 哎呦 是以为结束了吗 天呐 太晕了 快快快 这会儿我正慢慢往后倒 正好倒出急张箱的时候 正好能看见主持人 到这边来 再喊 还没结束呢 还没结束呢 这会儿我太意识了 原来我还得过去摁那个妞儿 到那边去 还要停到那里 吸火 停表 快 拍表 好可惜啊你们 我觉得犯了几个不太干饭的错误 涉水特别完美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 就是前面我不明白为什么停 普通路面上面如果碰见积水的时候 不可能你一下冲过去 以你的这个水位线特别高 超过了发动机的进气口 很有可能会被发动机吸入 这会儿会造成发动机的损伤 可能是我们 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 最后一个环节 如果我不是在这儿狂吼的话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 到这边来 看完结束的那个表 就以为结束了 我还纳闷呢 本来完全是三分四十秒可以到这儿了 照明叫关于搭档 虽然连续马尸前提 但仍第三分五十四秒 冲进第二关 目前暂时排名第一